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探索DeepSeek的开源R1模型 让全世界为之欢呼,让美国硅谷文之上胆 因为R1竟然比ChatGBT-01一样好或者更好 但中国这家公司的成本只有美国ChatGBT-01的领头 现在通过全世界媒体的报道 中国的DeepSeek成了全球新闻界的网红 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因为这个话题涉及人工智能,又有很多科技术语 今天我这个文科生试着来翻译分享德语媒体的报道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包涵 我翻译的语气尽量与时俱进 也采用一些网络用语 而不是以前那种中规中矩的八股文翻译 德国商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让美国科技公司感到紧张 来自中国的DeepSeek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与谷歌或OpenAI并价齐驱 但所需资金却少得多 这让人们对谷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产生了怀疑 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目前正在硅谷引起轰动 这是因为它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 AI领域累创新高的投资提出了质疑 显然DeepSeek能够开发出同样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并且免费提供 香港对冲基金HighFlyer Capital Management的子公司 最近发布了名为R1的新版人工智能模型 这个开源模型基本上可以免费使用 并迅速登上了人工智能平台HuggingFace的下载榜首位 根据该公司称 直到现在DeepSeek的这一副业在中国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因为根据目前的评估标准 R1的性能可以谷歌或OpenAI等科技巨头的类似模型相媲美 甚至更胜一筹 法兰克福汇报在这个月初也对DeepSeek做了报道 来自中国的DeepSeek傍奏ChatGPT 而且成本更低 这个图中的人工智能模型是这样的 越靠上越好 越靠右越贵 可以看到中国的DeepSeek几乎最靠上 但相当靠左 说明它相当好 但成本很低 美国的大公司正在开发越来越昂贵的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初创公司 目前在对比测试中 取得了比OpenAI的旗舰产品GPT-4O更好的质量 而且价格只有其零头 这家德国IT门户网站Telepolis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DeepSeekR1中国对OpenAI的回应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配图说明 中国正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赶超美国 中国正在大规模升级人工智能 新的DeepSeekR1语言模型在重要测试中获得最高分 而且与竞争对手相反 它是免费的 在唐纳德特兰普宣布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同时 中国人工智能试验室DeepSeek周一发布了两个新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DeepSeekR1-0和DeepSeekR1引起了轰动 据个公司称这些模型实现了与OpenAI突破性的O1模型相当的性能 但成本仅为其一小部分 并且采用免费的许可证模式 与大多数传统的大规模语言模型不同 中国的这款人工智能采用一种称为模拟推理的方法 该模型在解决查询问题时 模拟了类似于人类的思维链 这个过程比典型的语言模型花费更多时间 但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特别是对于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任务 OpenAI于2024年9月推出的O1模型 是第一个使用此方法的公共AI模型 令人印象深刻的基准测试结果 总部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省份浙江的DeepSeek 使用各种基准测试了其模型的性能 AIME2024数学测试中 DeepSeekR1取得了79.8%的成绩 而OpenAI的表现略差为79.2% 在数学500基准测试一组应用题中 该模型甚至达到了97.3%的准确率 优于所有其他测试的系统 我们看这个柱状是一图 左边蓝色条形的就是中国这家DeepSeek公司的 确实表现非常优异 接下来这三个段落我们跳过 现在我们看这里 当被问及时 该模型表示数据库已经使用截至2024年7月的信息进行训练 与OpenAI当前的模型一样 DeepSeek还可以根据需要整合来自网络的更新信息 该模型没有生成图片的功能 免费许可但有限制 DeepSeek已在免费的MIT许可下发布了其R1模型 这允许任何人使用和修改系统 甚至用于商业目的 DeepSeek R1的最大版本包含6710亿个参数 该公司还提供几个缩小版 参数数量为15至700亿 最小版本甚至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然而在商业领域 DeepSeek正以有竞争力的定价进入市场 OpenAI对O1版本发行的100万个代币 收取60美元 而DeepSeek仅收取2.19美元 这使得中国人工智能 比美国竞争对手便宜约95% 然而DeepSeek R1在基本配置上 受到中国特有的限制 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系统 必须根据互联网服务法规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门户网站ArsTechnica报道 该系统拒绝回答有关天安门广场事件 或台湾地位等政治敏感话题的问题 在作者的测试中 德语版DeepSeek 也以人们对ChatGPT的期望方式 详细回答了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然而当用英语提问时 人工智能更愿意谈论其他事情 据ArsTechnica报道 通过运行本地托管系统实力 而不是云版本 可以完全绕过政治过滤器 只要归功于开源许可模式 DeepSeek R1的发布 正值美国政府希望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技术 施加更大限制的时候 OpenAI等公司已经警告说 中国模型可能会在未来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系统 目前至少有三家中国实验室 深度求索DeepSeek 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 推出了他们声称 可以与OpenAI O1相媲美的模型 乔治梅森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员 迪恩·鲍尔表示 这一趋势表明 中国开发团队正在迅速赶上领先水平 它特别强调了R1变体的功能 该变体可以在简单的家用计算机上运行 并有助于AI应用的传播和民主化 鲍尔写道 缩小版深度求索模型的卓越性能意味着 极其强大的推理系统将迅速传播 并在本地硬件上运行 远离任何中央控制制度 包括美国出口管制的视线 由于中国的深度探索 性价比实在太高 成本仅为美国的零头 性能不输甚至更高 美国及西方现在彻底慌了 风险投资人可不傻 所以接下来投资人投资的意愿会降低 这又会给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于是特别是一些美国媒体 从报道上就使用了他们的一贯手法 负面及抹黑 美国的CNBS用这样的标题进行报道 中国新AI模型Deep Seek 如何威胁美国统治地位 大家看见了吧 中国产品强于美国的 对它对西方就是威胁 同样是这间美国媒体 报道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 使用的标题一模一样 有的人可能不信 我们来看看 主词造句百分之百一样 中国如何威胁美国GPS统治地位 如果仔细看评论区 其实大部分地球网友都站在中国这边 可见公理自由定论 比如这位网友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也获得了最多的点赞 一切挑战美国霸权的事物 都是对美国的威胁 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 中国的深度求索 R1人工智能模型 咱们来看看这家 德国IT门户网站该报道的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 规避美国出口管制 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 以及有关性和暴力的问题 完全是商业STEM 研究和军事应用的次要问题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 每个制造商都必须安装 他的政府甚至立法者要求的过滤器 例如在美国 裸体是被看着是恶心的 我甚至不会向人工智能 询问这样的问题 无论如何 那些由于美国出口限制 而不允许使用GPT模型的人 可能并不关心这种问题 但如果深度求索如此便宜 甚至免费 并且能够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 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我将不得不 在某个时候 在我装备精良的游戏笔记本电脑上 对它进行测试 还是说中国模型让我们德国人感到厌恶 下条评论 我对欧洲的建议 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上 分别投入了5000亿美元 我们也通过制定法规和规则 尽自己的一份力 例如遵守欧洲数据保护规定 或法律安全报告等 所以每个人都做自己擅长的部分 可能有些讽刺 我们接着看更贴 目前业界流程者这么多无稽之谈 你不需要有先见之名也知道 早期采用者不会从中赚到任何钱 这在中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们的能源效率提高了三个数量级 相信我 一家公司出于成本原因 是否认为每年最多可以训练三个模型 还是3000个模型 这有很大区别 我们继续看下条评论 专注于核心的东西 这些介质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 学习可以扩大表现的范围 但不能扩大原则 如果不是为了钱 你可以放弃保护机制 投入更多时间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这是中国的优势 我不是在谈论这个 这些是简单的下游过滤器 如有必要 任何人都可以断开它 如果中国成功使其系统无害 这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相比之下 美国决定停止这项工作 一个令人尴尬的举措 就像特朗普所做的那样 不幸的是 人工智能很可能最终被用于军事应用 有了开源软件 人工智能将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各国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两面的局面 聪明的AI 需要同类的父母 这是不是自私的奸商 可以利用的地方 我们看下一条评论 中国人真是无所不能啊 如果任何人 仍然幻想制裁 关税和任何形式的威胁 能够阻止中国在任何领域的创新 那它就大错特错了 然后中国人 让全世界分享它 太离谱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欧盟针对这一问题 采取了什么措施 这里有同样好的软件吗 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的 而且永远不会有 因为市场 债务刹车和新冠疫情 一切的借口 下一条评论 是的 我刚刚在我的M3 Max 40GPU 64G RAM 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上 安装了700亿参数模型 相当令人印象深刻 但有时会缺少真实信息 跟模型会产生幻觉 下条评论 很有趣很有趣 如果人们假设 人工智能被输入了汉字 并且必须有意义地理解它们 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那么这将是一次 巨大的发展飞跃 例如 在中文中 女女 是由女加倍 或加倍的结果而产生的 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在文本中 实表这一点 那么它确实很睿智 我们继续往下 最终是一个大数字的问题 这趋势将在许多领域持续下去 因为中国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数量方面 远远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 其中一些人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 甚至使教育变得更好 在油管上 正好有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德语频道 他也谈到中国的深度求索模型 我们来看几条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 昨天一个朋友才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今天我就尝试了下 感觉非常棒 感谢您的信息丰富的节目 下条评论 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炒作 我已经多次对这两个模型进行对比运行 在我看来 深度求索的质量远不及O1 这个人跟贴道 我注意到深度求索可以更好的编程 接下来几位网友 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 可能看个人使用的场景吧 好我们再往下看 顺便说一句 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极限值 用ChatGPT01 深度求索和Jimmy Nye计算 只有深度求索得出了正确的极限值 因此似乎大家强项在数学 接下来有很多马斯克的网军 分分为马斯克的人工智能模型较好 真的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德语频道也是专门讲AI话题的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深度求索的 第一条评论 深度求索R Wang 对关于台湾和维吾尔族的信息 也保持中立吗 德国知事点评下 这家伙是个政治狂吧 好在没有一个人理他 这种纯科技的内容 也被某些恶心的德国人政治化 真的是特别令人恶心啊 不少西方人确实陷入意识形态泥潭 而不能自拔 下条评论 太好了 那我就不用OpenAI了 我一直用ChatGPT O1 Mini 但限制太多让人抓狂 而且我不想支付过高的价格 这又是对美国竖起了中指 OpenAI的会员价必须大幅降低 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好吧 他们偷走了一切合成起来的 好吧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中国在越来越多方面 超过美的 中国2025目标应该都能实现 感觉啊 从2024年起 中国的科技及军事 都处于大爆发时期啊 大家肯定也注意到了 比如语数科技的人型机器人 以及四轮机器狗 完全吊打波士顿动力